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麼快2024年已經跑了兩個賽日 一月之聲潘頓似乎首風相當不錯 可以有個好開始 開心慶祝生日 沒錯 放生日假的他已經和老婆子女 飛去芬蘭 不知道一向怕冷的他 又頂不頂得信極地氣溫呢 難得有假放的潘頓一家大小 到達芬蘭享受假期 目前當地氣溫接近零下30度 非常寒冷 雖然是這樣 他們都把握機會堆雪人坐雪嬌 拍了很多美好的照片 還入住了絕美打卡酒店 聽說就這樣在房裡已經可以看到極光 真的隔著螢幕都感覺到他們有多開心 另一邊廂 蔡明肖就和太太決心慶祝結婚紀念日 決心在社交平台帶美麗花束 非常幸福 蔡明肖和太太在2014年結婚 婚後生了一對子女 太太也會不時鋪出家庭生活照片 很溫馨的 踏入2024年 各地氣連 紛紛為過去一年做小總結 同時祝大家新年快樂 要踏踏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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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們是COLA 人氣女團COLA在元旦日 良上好運1月1賽馬日開幕會演 為馬迷送上好運 吸引一大班粉絲迫爆馬匹 良上圈為偶像打氣 初次登陸沙田馬場 COLA一眾美女難掩興奮 當然要分享感受 今天可以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就是2024年第一天來到馬場 參加好運1月1開幕典禮 我們做的嘉賓 我們真的感到非常榮幸 希望我們剛才的表演 可以帶到很好的能力給大家 開始這個新的一年 由今個月底開始 香港馬場的一級賽又啟動了 是呀,21日就會率先舉行董事輩 不過馬王金槍60就說明不會上陣了 早幾日金槍60被發現了 前腳有輕微總長 聽取專家意見之後 獸醫確認金槍60 在未來大約四星期內 只可以進行晚操 除了恢復快操前要覆診之外 亦要通過獸醫檢驗 才可以再次報名參賽 他現在都沒事了 他輕微扭傷 然後令到他發炎 就不是說真的整傷了他的筋 或者其他 我們都是會偏向於保守 慢慢和他重新再做過 也不會逼他去趕跑那一場 就是一人一號那一場 沒什麼意思 逼他 吃月份 吃月份 可以有菜時間 你好,我是尤達榮 下季英籍練馬師尤達榮 將會來香港開倉 以免32歲的尤達榮 來自賽馬家族 舅父是前香港練馬師 岳敦 而爸爸尤善弟 也曾經是練馬師 這日他和傳媒見面 他說希望暑假期間 馬房能夠有30匹賽區加盟 同時也透露自己的用人喜好 他最明顯的一場 是在前面 他和阿姨 他們是世界上的 超級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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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們一定會很難得 你會需要正確的鞋子 和正確的身體 去做成功 和正確的身份 阿姨 阿姨 是一個朋友 我和他做的 我看他很好的 很自然 他很自然 他很難 他不太驚訝 他會輸贏 而且 他越多越多 有新年馬師駕入馬圈 大家當然對他很好奇了 不少人還覺得 尤達榮撞樣荷里活男式 尤達榮撞樣荷里活男式 Robert Pattinson 很適合 我看過一個 我看過一個 但我認識你 我認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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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更多 對,更多 更多 不說不說尤達榮有幾分像 Robert Pattinson 又年輕又帥 帥哥 對 其實不少香港年輕年馬師 成績都相當不錯 好像上季開倉的吳彭志 目前頭馬數目遙遙領先 相信今季很大機會可以衝擊冠軍 我們下一集再見